等一下 如果要出門上班上課的民眾 真的要留意一下外頭的雨勢了 因為可能已經開始在下雨 而且雨勢不小 甚至是大雷雨的狀況 記得記得在今天一定要帶上雨具 而其實這段時間氣象署的粉專小編 一直有在宣傳說這雷達回波是很有用的 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雷達回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其實跟上個禮拜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上個禮拜的雨好像都下在海面上 但現在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是有掃到北部的陸地 那麼其實氣象署是已經發布了豪雨特報 而且範圍很廣 包括整個西半部地區 而當中要特別提醒的 包括了有新竹縣市 苗栗縣 還有台中地區 是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發生 而整個西半部也會有局部大雨 當然最主要就是受到了封面透過的影響 而透過了地面天氣圖就要來告訴大家 其實在今天隨著封面要通過台灣的上空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都會出現 短暫震雨或是雷雨的機率都很高 預估在今天會是這個禮拜 降雨最明顯的一天 當然如果說封面走得快一點 這下半天開始 雨勢將有可能是從北往南 由西向東逐漸地趨緩下來 但同一時間也還是要來關注一下 颱風艾維尼勒 它現在已經增強為一個中度颱風 不過路徑還是持續朝著 日本的方向在前進 對於台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不過這幾天海邊活動當然就是要 盛防長浪的出現 而一樣來看到在定量降雨的部分了 其實剛剛說到在今天全台各地的 降雨機率都很高 當然包括了在西半部還有東北部 這降雨範圍是比較廣泛的 而今天上半天就是雨勢最明顯的時刻 包括了西半部地區容易出現大雨 甚至是局部的短延時好雨 不過這個雨也不會一下就下一整天 預估下午開始 雨勢就會趨緩下來 而入夜之後 其實北台灣將會轉為多雲的天氣形態 而其他地區的降雨 也會變得是比較局部比較零星 但是豐年過後又會有東北風南下 我們就要來關心一下在溫度的部分了 要先來看到目前的室外溫度 可以看到目前在北台灣 大概是24度左右 而另外在南台灣的部分 則是25、26度上下 而目前花蓮地區來到了27.6度 而在台東的部分來到了29.1度 這大清早的感覺台東還滿熱的 那麼其實在今天降雨是明顯增加的 又受到了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其實北台灣的溫度會稍稍涼快一些些 中午的高溫大約是23到25度 入夜之後又會再降個幾度 大概就是21、22度左右了 不過東北風增強 對於其他地區的影響就比較小 所以其他地區的高溫還是會來到30度上下 而晚上的低溫則是23到25度 跟前兩天來相比的話 當然體感上就沒有那麼悶熱了 而最後的氣象小丁寧要提醒大家 記得戴傘 戴雨具 其實在今天一整天 都有機會是派上用場的 再來就是真的要注意外頭的 短延時長漲遠 尤其用路人 你更要注意行車安全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大家來參考了